看过史上最滑稽的一幕,三千骑兵追三万日军坎,网友,这是哪支部队? 中日战争最惊险的一幕三千人,追着三万日军坎,日军之间依旧胆寒众所,周知大部分中国人对日本这个意义赖水的林邦,特别没有好印象, 因为在中国人的印象中日本这个国家一直都是以林为客,而且特别喜欢侵略中国,例如在中国盛唐时期,中日爆发的第一场大战,白江口海战就是因为日本妄图入侵中国的林国朝鲜而引发的。 而且日本这个国家有特别的,喜欢是强凌弱,纵观整个中国历史每逢中国国力强盛,勿复民风的时候,日本就会点头哈腰,千功有礼地派出一些学者来向中国进行学习请教, 例如最有名的就是白江口海战,之后日本人立刻就派出了大量的浅唐使来唐朝学习各种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地大物博,浮原了阔的中国,自然会以天朝上国的大国姿态包容。 日本的这种小人嘴脸可是一旦日本人将自己学习到东西消化吸收之后,就会立刻过河拆桥掉转炮口,对准中国这个日本系,指的老是白江口海战,让日本安静了。 好多年可是到了明朝时候日本人又开始蠢蠢欲动,在明朝时期,中国和日本也抱了大规模的战争。 同样这也是由于日本的挑衅而引起的。 当时的日本领导人封陈秀吉,狂妄成度,让人汗颜,他居然给当时的朝鲜国王里也写了一封亲笔信, 无欲假道贵国越过山海而直入渔民使四百州,融化我俗以实亡正于一万思念, 结果可想而知朝鲜国王怒斥丰田秀吉, 以弹丸之地也敢犯天朝之威简直就是不自量力封陈秀吉, 受到了从未有过的羞辱当极大怒道。 清全国之兵直指朝鲜,当时日本同朝鲜宣战, 就意味着同大明王朝直接开战, 于是就有了那场三仙旗,兵追着三万日军狂敞的惊险一幕。 1592年,封城秀吉,调集了日本三十多万军队, 共分为九陆大军攻打朝鲜而朝鲜, 因为有明朝的保护而九书战阵今次在,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朝鲜几乎全部沦陷。 这个时候,明朝派出了明将李如松前去支援朝鲜。 不过,最让李如松打出明军军威的一场战役, 就是1953年,发生在碧体馆的那一次战役, 当时明军以查大寿,率领的三盟零零辽东写旗, 正在碧体馆休整,不料为日军的第六。 第三,第九军团大约三万六千人团团围住, 在当时的日本人看来查大寿的可知三千人旗, 并就是自己带载的羔羊, 可是当双方开打之后日本就后悔了。 他们没有想到明军的这三千多骑兵有如此大的爆发力, 面对于数倍于己的敌军, 不但没有丝毫畏惧反而越战越勇, 再看到越来越多的日军尸体倒下了日, 军大将小早川盟有点心生畏惧, 于是就不断地从各数调来援军以兽不战时要, 消灭明朝的这支三千人的骑兵明军刚开始的爆发出的战斗力惊人, 可以说是完全就是追着日军砍。 可是随着日本援军的不断补给明军开始有点吃不消, 那战争的继络是残酷的, 明军最后只剩下了九百余席, 虽然如此, 可是明军却没有一个后退大明军, 其始终毅力在必提款的上空最后关键时刻, 明军大将杨元带来了五千援军, 双方又爆发了几次冲锋, 最终以明军伤亡两千五百人, 日军伤亡八千人的结局, 宣告地提款战役结束。 说起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我们最能够想到的就是发生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抗日战争, 从1931年到1945年, 长达14年之久的抗日战争, 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伤痛使用, 远都无法释怀的最近有一种, 今日, 思想让我们要以面向未来的姿态包容, 日本不要执着过去, 从而原谅, 日本曾经在中国犯下的无知罪行, 在这里巧编不禁要问, 日本人至今都没有对战争行为进行反思, 我们有什么资格替祖先说原谅尽乎, 禽兽般的日本人在中国犯下的种种恶行如履顺大屠杀, 南京大屠杀等等无数华夏冤魂至今依旧在苦苦哀嚎, 他们连日本人一句真诚的道歉都没有这个时候, 你有何种理由说, 原谅, 日本人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 争太多了其罪行, 沁南山之处尚不能输尽, 你一定会联解她的道歧行, 既然我遵復战, 蒙岳几岳几岳凡cu, 在这里看起来, 我专利让她干几岛的地方,